老王家里开了个小饭店 一天来了个推销瓷器的 说是要来打开本市市场 他卖的瓷器做工古朴 精美考究 关键是便宜 价格只有同等质量瓷器的一半多 老王一看就心动了 和他们商量了一下 定下了整个饭店的瓷器 本来老王想在瓷器上 印上饭店的名字 但是那个人说瓷器都是成型 只印上了他们瓷器品牌的名字 古韵 改字的话价格翻倍 老王觉得这两个字也不错 而且改字还得加钱 就没再坚持 后来因为物美价廉 古典美观 这个人的瓷器迅速占领了市里的大小饭店 有一个共性是 盘子都没有写店名 只有小小的古韵两个字 这两个字在盘子中央特别显眼 客人吃完饭 好多人对这种瓷器很感兴趣 有一部分人还专程问 瓷器是从哪里买的 没想到一年后 一个名字叫古韵饭庄的高档酒店开张了 几乎没有做宣传 但是迅速占领了市场 着实引起了轰动 对 老板就是那个推销瓷器的年轻人 这还没结束 在饭店鞋对面 同时开张的还有一个瓷器店 名字叫做古韵萱 老板也是他 不过 像老王一样用了古韵餐盘的饭店老板 陷入了惆怅 带着人家店名的餐盘 怎么处置呢 扔了可惜 不扔也不能用了 没想到 几天后 老王就接到了古韵萱的电话 很客气的道歉 然后提出 用不带字样的盘子 置换所有带古韵字样的盘子 然后还邀请所有用过古韵盘子的饭店老板 一块聚一下 之后皆大欢喜 古韵饭庄的老板一键双雕 不仅顺利进入餐饮业 陶瓷业 而且还圈了一波人脉 后来接住饭店 陶瓷 这个老板开始摊大饼市 渗入各行各业 还干起了房地产 生意做的有声有色 谁能想到 他最开始只是一个瓷器推销员呢 做生意就是要想到别人想不到的 市场竞争如此激烈 如果没有能够跳出问题 看问题的逆向思维 你将无法打破思维定势 你的生意也会越做越窄 无论你是什么行业的生意人 都应该学学逆向思维 你认同吗 认同的关注点赞